恐腻鸡蛙,欢迎收看客新闻 我是平均 今天要带来看的新闻是 13家撒钱,配息超过去年的EPS 上市贵公司去年的财报出炉啦 鼓励配发题材升温 截至目前已公布的鼓励政策 股息高于5元的个股州 联发科、瑞颖、同一超、东河钢铁、杏锦等13家 上市贵公司现金鼓励超越去年的EPS 凸显加发现金鼓励带动高殖利率题材 吸引法人跟短线的买盘青睐哦 显示该13档高现金鼓励题材股呢 以3月31日的股价计算 震升、东河钢铁殖利率都有达到9%以上哦 超过8%的则有神盾、永固、联发科、创建、复林、KY等 殖利率超过5%的还有宣誉、杏锦、伊林寺、瑞颖、祝隆等 加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 大家还想知道什么呢?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祝你们廉价愉快 可幸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